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7月6号,哈佛大学表示,该校2020至2021学年的课程都将在线上进行。 哈佛称,今年9月开始的秋季学期可以允许包括新生在内的40%的学生返校,但即使返校学生的课程也仍然是在线上进行。 同时哈佛强调,折合约35万元人民币的学费依然保持不便,不会减免。 就在同一天,美国移民执法局在其官网发布了关于留学生的新规定。 新规中提到,美国将不会向在秋季学期进行完全在线授课的学校或项目的学生发放签证。 美国海关也不会允许这些学生进入美国,除非他们的课程是面授。 规定还详细表明,采取在线授课和面授混合的学校的留学生只能允许学习一门或者三个学分的课程。 如果一所学校原本进行面授后改为网课,则必须上报更新学生信息。 其中的留学生要么转学,要么离开美国。 此外,进行英语和其他职业培训的学生将完全不被允许上网课。 美国移民局称,违反规定的留学生可能会被视为有移民倾向,并启动遣返程序。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更多精彩内容请查阅南方都市报APP。